再双方一些时间 简单的测试按键之后就会开始接下来的比赛 双方养方权手应该是已经测试完毕比赛现在直接开始 不断的用战功权来先刺 双方养的话也是一点的在把队队往板边推 一跳出来 一跳跳出来 看看在板边 压制套路但是对闲蓝的话 应该是略微有些早 没有构成一个板边的这个中毒瓶的一个则 还是刚才这个在这个表演赛当中就经常看见一个套法用旋风腿来打拆 没事旋风腿 对 也有很重要的一个意义就是能在板边把位置换出来 如果这个东西等你看到在用战车想去防御的话会有些来 还兼具打拆功 直接上前一个下路要收走 闲刚才也是做了很多的牵制最后这一下 非常的可惜 被没人找到一个空隙 又来到这个对波站 但是闲的话 一直在使用这个轻板的波 似乎是想做一些这个格的套路准备 好了一个换血之后还能跟上连段 这个就是他28P很麻烦的一个地方 对 非常换血之后还是他有力 光瘦身起来之后 中了两个波 换的很亏 现在回 又回到板中 双方的气槽上都是 资源全满 打中一个C康那么三下重拳 因为不是决胜灯没有舍得把气全部用完 最后下好的直接中拳牵制摸走 来到第几个最后一顿我直接来到逆向一个伏地 非常 有趣的小营的 不不把别人往摆别逼近 你这没人防的非常的稳但是 还是忍不住使用了这个米藏 其实之前跟这个 我们刚才看到这个组手战士跟李军打的时候 也是非常积极的在把这个VT 用在V2上面 直接后退一步 中脚打拆晕药 最后下看来怎么收 反抓一个后头 我闲还想 再来一个 后退一步骗头套路 其实是这样子的 方他的 有力帧数的招式很多嘛 是 那么你很难去摆脱他 对 但是呢方的 这些有力招式有很大一部分都是二段的 所以说 你就很容易确认去用V2爆开他 以前这个开局 略微有些你选择了一个VS开局 直接被中拳一套连段 现在的话 已经距离来到 前比较痛苦的一个距离 哦直接使用V2往外逃 两个逃出去 好的看看大连段 非常的疼 还是接下来一个套路 还是一下直接晕 漂亮 看看他是 咱们来修这个有VT的连段 最大伤害之方 这样的话太局技术的伤害还是蛮高的 对 非常重要的点下 抓头 但是从资源上来讲的话 第二的略显尴尬 开局的一个中生 杖杀 带杖杀 老板就是不停的套路 过去不给你责任机会直接头抓掉 在板中的话 也是 一定要 避免被粘住的这样一个形式 战防之后的缺反有点小失误 不知不觉 贤的能量已经到达了 我的贤这个跳入还是被看穿 一个可以下弹的能量 跳入之后一套 好没有在做后续的这个启生泽 直接一个 后头抓走 但是双方都把思源留到了最后一的 等一下 选择这个三十岁的签字 如何去玩 直接选择了下中 就选择带C 这也是在最后一的尽可能打出多一点的伤害来 尽可能先建立伤害的优势 如果可以 在决胜灯 直接建立一个 DA的血量优势的话 会对他的利回签字好很多 是不是 梅元 在几乎没怎么动气槽的情况下 已经把血量翻了回来 这也是没有办法 对看梅元能不能抓到这个机会 而且现在梅元手里握着一发 哇 非常大的一个雀缓 那梅元选择中雀风 还有一发无责任的下中角 一会前上来讲 直接带电人 直接带C 非常的恐怖 在有C和 在有这个 两个资源都满的情况下 就有这么恐怖的这个 单发回报 你基本上中距离戳中什么东西就直接开个VT 是 把C过去 不知不觉我们的 梅元已经 2-0 对领先两局 看咸能不能迅速的变换节奏 因为像咸很多套路的话 其实在短盘当中很难完全都展现出来 在长盘当中的话 可能对他来说 方也有更多的 展示套路的机会 对 长五的话 其实已经相对算是比较中 刚才梅元也是 面对一个下中角就选择了 开一发VR 看来在这个对峙当中 使用VR是非常的关键 用一个对打无敌 对 而且咸也非常聪明的逃过了自己白血恢复的时间 带勇生能逃走 方方再把具牵制拉开来 再 前也是 我 没有办法 全部起头用完 哪怕只是最后一丝血 刚才在有一个毒的情况下 我感觉他也是 想略微拖离一些时间 但是 在梅元的面前 猛烈的攻势面前 确实是难以滴倒 下中角发波 连连推 好了又被一个 连这两个又能打下又能传播 第三个 这个是我们可以看到 梅元之前也是说他希望打出自己风格的一些东西出来 确实是 没有骗他的粉丝呢 越有越来越有风格性的东西在打出来 现在也是没有办法再紧急关头 把CA尽可能的挽回血量 抢头 在被打的 反抓了一个头 又是一个凹生龙 毕竟是血量差距太大 而且 梅元现在手 刚才也是手握CA 刚才那一灯 这前来说是几乎绝望的一灯 一旦开出VT 下中角开出VT的话 你就很有可能被暴死 是的 Round 1 FIGHT 不是不觉得梅元已经来到一个 三局的一个优势 正好在一个 刚才好几次在这个 中距离 没法摸到一个距离 然后下中拳对攻之后的一个正向则 好的梅元防得非常稳 刚才那个中拳如果动的话就是C康 这种正向则 在越近的距离用就越难看出来 所以现在 梅元紧凑的小机压制 但是 被一个VR逃出来 而堵对手往前进 往前动 直接就是把气花在这上面 方队的另外一点很难的地方就是气槽的管理上 你气槽就要用来打伤害 又要用来逃跑 有时候可能还要做天气 然后 没有C又打不出伤害 真的是非常困难的一个抉择 很烧气 对 刚才到小人直接收掉 相比较之下 龙这边就 非常舒服 龙的话其实 通常我们都觉得打这个对决 主要的气槽施展点是 他这个EX波 那我看见梅元的话 这个很流得出气的这种感觉 龙本身就是一个比较能够全能量的主角 又是 这个旋风队打拆的套路 以前在 历代鞋吧 他们都是 我们都说梅元生龙 现在也是 梅元旋风 刚才这个也是夏农泉的一个 应该是 误发我感觉是 其实梅元旋风这个东西是早就已经 盆明已久 和他的旋风是 对 那么目前看来好像 目前的梅元旋风存在感 比他的梅元旋风 这个 更小一些啊存在感 还是非常大难用夏农角 没舍得开这发鼻涕 因为五代的话 破防 金数 没有那么 对 对 所以说你 用的生能比较的话 哇 直接两个轻功机确认 跟别的角色一样 带一个CA 非常 但哪怕是一个CA啊 我要你看 也就是 对 但是你要考虑到 如果你能够 揮得住的话 是 对手的血量会一直 迫害 所以 所以 我昨天在说的时候 我就可能在开想 为什么当初官方给他那么多有力 就是为了让对手 定可能 对 好我们再看这个 现在会怎么处理 中角打到C康 其实这个中角留给 开BT的话留给选手的确认时间也是非常多 一个正义的穿的套路 但是 刚才都没有够到梅圆 八屁 啊 这台就出不来了 应该是 我感觉是距离的判断上出现了一些失误 如果是向中拳 带那个46k的话 就很可能是能被这个圣龙打掉 那么 也是攻击前终于是扳回一分 但是形势还是不容乐观 对 路还很远 又是 小生龙过去直接被投掉 下中全防风又是一个正向 这个穿 对这个穿在打这个 龙的时候风险也是非常大我觉得 很容易吃西方 对 但是回报也会非常辣 有时如果能穿波的话 穿过去的话也可以打一套 对但梅圆真的是发布的大师啊 基本上是不会给你这样的机会 在你一个 轻的这个623k的距离 基本上是不怎么会乱发波 对 对 好 插中一个下中角 哦 这个跳入 一个171防月 这个直律 又是一个 是远风腿 我背后是不是想用他这个 一体的无敌世界去躲什么东西 后续的那个则梅圆还是 远则的用旋风腿来处理 我觉得尤其是板边 会更亲耐于 用这个旋风腿 正好运刷还差一点 哇 直接过去一个没有对手 那么现在比分来到四比 生龙脚被抓走 我们第一轮的最后一场比赛 第1梅圆领先 我们今天的所有 比赛都是抢五 也就是先赢五局者为胜 中国 这次有小孩 河池 还有 阿包在为选手 大陆这边是这三位前手 有个小孩 扫到一个C康 这个C康其实在利回的意义上也是非常大 我看没人一旦扫到C康就是瘋狂的闲钱把距离往里面推 你可以推距离 对 大概差不多三到四个流流 而且自己做的话其实也是有一个比较隐藏的气氛 这个扫到之后第1个前面会推的特别远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过 不行 不像飘出去一样 非常恐怖的一个前线 还是很稳的一个对抗 我没人确实是吗 我觉得没人真的非常大来落地 下动小风 我刚才说你落地是对手的阻伤 是 哇 在对手加深的情况才选择立发波动 实在是已经心理战斗出神入化的心情 对 我是觉得对 我是觉得我们两个人无法解释这个 还是一个贴脸的波动正好对手撞上来 根本就是一个用帧数表 对 我中间还是会提供给一些选手的休息时间啊 我们安排比赛也是要考虑到这个选手的这个打循环赛的一个体力的消耗 并且拉距离 现在显手握着小微量的血量优势 对 现在是很稳的在做牵手 我觉得显 但目前还能穿稳是非常不容易的 哇 很漂亮的远端的 靠小连段 非常非常的方寒 还是一下但是没有给他这个打晕掉的机会 马上去选择使用 比 比亚来把这个 这场恢复掉 还没没有还有机会 如果能再有 哇 直接一套晕掉的远远 几乎是一个 空拳反杀 带入 血量非常的责罢 5比1的比分 达到了首场胜利 那很遗憾鞋 首场告负 遗憾鞋 这还没了 不错